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解一个 小包子拜老馒头为师,学习功夫 下山之后和寿司打架 为了拯救面条女神 小包子和寿司成为兄弟的故事 话说当年,女娲用酸甜苦辣咸 五味宝石,培养出了各种可口的美食 美食们突然拥有灵魂 一只公报鸡吃下五味食 获得了主宰美食世界的能力 一时间包子,馒头,粽子纷纷被煮成粥 可谓是人间炼狱呀 危机关头,馒头大师横空出世 他拿着感命杖一挥,犹如天神下凡 把公报鸡打成了一窝鸡汤 从此世界恢复和平 很多年之后,作为馒头大师的66代传人 小包每天勤劳习武,眼看着谁有所成 师父决定派小包下山去历练历练 临走时,还误把祖师爷的感命杖 送给了小包当武器 小包仅遵师命,扛着感命杖 挑着小包裹就下山去了 听说美食城真的召开美食比武大赛 小包也想大展身手 而他的对手是一只长得像粽子的瘦丝五脏 可怜的小包三招之类就被五脏打残 这时面条女神前来驯化 要将小包赶出美食城 雇佣五脏成了远征海军的一员 小包赶出来之后 被一根油条大叔坑过去做苦力 虽然是做苦力 不过这里住宿条件可不错 水煮的饺子睡汤锅 油炸的油条睡油锅 清真的包子煮蒸锅 小包在蒸锅睡觉特别舒服 就这样 小包跟着油条大叔也吓海了 而且悲剧的遇到了海盗 章鱼哥的大军 一时间粽子饭团 包子统统打到了一起 粽子扔掉帽子 大家这才知道 这货原来是寿司呀 他这是章鱼哥的卧底 面条女神和小弟们 统统被章鱼哥抓住 小包想去救人 结果和五脏再次打了起来 五脏在和小包举斗时 被浪头打入海里 靠着一块木板 让人才好不容易活下来 作为一只日本寿司 五脏仅尊武士精神 必须将小包活着 搭到章鱼哥的手上 小包自己也想去救 面条女神 而章鱼哥的老巢 就在当年公报鸡 挂成鸡汤的狐狸 要去那里可不容易 西洋路过薯片大城的小桥 这里还有蟹棒变成的猴子 掉下桥他们才知道 这个森林都是西兰花 长成的树木 而且石头都是藕片 地上到处是金针菇 长的小草 晚上小包实在是太累了 软包子得累成干包子 于是他生火 做了一个蒸笼 躺在蒸笼里 别提了多舒服了 蒸在小包吃着大蒜享受时 蒸笼的火 却点燃了森林的糖果树 一下子森林开始融化 地上的面粉 突然开始裹成面包 小包连逃的地方都没有 幸好也一个玉米爆炸 两人才被炸出的森林 拿到散满洋葱的喇唠地 五脏眼睛被洋葱熏失眠 可小包却并没打算暗算寿司 还帮助他一起去鸡汤湖 五脏一路被小包的善良所感动 两人也从敌人 慢慢变成了难兄难弟 这片面条女神 在一条书的帮助下 成功逃出了监狱牢笼 而且抄起弓箭 瞭准章鱼哥 就要开始搞事情 章鱼哥的寿司小弟 二号山崎那刀法简直开挂 小船上再次开启美食大乱斗 一时间不可开交 另一边 拿到鸡汤湖之后 小包想起了师父说过 鸡汤可以治百病 喝了两口立马满血复活 五脏长的几口鸡汤 不光恢复的势力 而且老子都灵关了起来 两个小家伙喝着鸡汤 划着小船 悠哉悠哉 去寻找章鱼哥的舰队 章鱼哥已经从鸡汤湖着陆 准备去寻找当年 公报机隔壁之后留下的五味食 小包想要以一己之力 去营救面条女神 五脏假装决斗 担着小包别去送死 可山崎可不手软 小包被打到石灰洞里 不久就会变成干扁小馒头 小包脱水之后 在梦境中见到了当年的馒头大师 突然领悟馒头武功绝学 等他醒来时 被一群猴子所救 章鱼哥带着俘虏去往鸡汤湖小岛 终于找到了五味食 山洞的入口 只要拿到这五味食 就可以主宰美食味道 从而统治美食世界 正要为所欲为的时候 小包再次杀了出来 这一次可不一样呢 小包的棍法得到了加成升级 先是干翻小弟 救出面条女神 接着再去救出五脏 而他们得赶紧去山洞 阻止章鱼哥吃下五味食 五脏负责和山崎决斗 小包则去和章鱼哥死磕 不过此时已经为时已晚 章鱼哥吸射的五味食能量 开始让他变成庞然大物 和山洞里的雪花融为一体 变成一只庞然大章鱼 小包和五脏联手 可依然敌不过章鱼哥的八爪触脚 五脏为了借小包 埋葬在岩石下 就此隔屁 小包趁机在地上 找到五味食源时 用馒头祖师爷梦境传设的 吸魂大法 将章鱼哥提列的五味食能量 重新吸出 章鱼哥为能量加成 瞬间被小包打败 当一切结束之后 面条女神带着大伙赶紧逃命 在倒塌的雪山中 小包最终没救出五脏 五味食也被再次 奋印在了雪山里 小包也成为了 拯救世界的包子大侠 一部超级而创意的 国产动画电影 不论是从画面制作 还是人物角色的刻画 还是剧情创意设计 这绝对是 国产动画电影里的上层制作 美丁不小定 欢迎来自关注西瓜肯定 本次作品来源 奇幻定 美食大毛显知 英雄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